中美的科技的大比拼 现在可以看到呢 包括什么 美国你有Tesla 中国大陆有比亚迪 美国你有苹果 还有华为等等 荣耀等等 这些手机也都起来 Vivo小米这些 你有Uber 中国大陆滴滴打车 联邦 还有呢 你看中国大陆一系列 这些通通都可以跟你进行相关对标 好我们再回到上一章 说到中国大陆的科技的能力 亮哥你怎么看 日经亚洲特别说 中国大陆跟华为 都不会因为美国的压力而退缩 华为面对的挑战真的很多 但是有展现出韧性 更有看到的是中国大陆的未来 最近来看到开源的鸿蒙系统当中 在PC设备上进行相关的运行 那当然是要跟Windows进行相关抗衡 然后华为呢 在5月9号要发布呢 全球的这个鸿蒙系统 另外呢 还有包括了华为P60 这些手机的国际版本这些 那大家很好奇说 那个国际海外版会保留啊 双向的北斗卫星等等的 好那再说到了华为 它的手机被美国打压真的很惨 但是呢第一季度呢 全球智能手机的出货整体 它其实总共是下滑12.7% 那第十名呢是华为啊 然后它出货增幅来到14.3% 是650万部 因为它最近有蛮多新的手机出来了 尽管跟当年它的盛况 真的还是差蛮多 但是可以看到它手机呢 也希望能够突围 好那这个是国际的部分 国内的部分呢 中国大陆市场第一季度呢 好来看到苹果是涨到19.4 拿到第一名 但是呢华为的Q1 它在中国大陆拿到增长 百分之41% 好如果说从两年的季度来看的话 2023年第一季度 它的市场氛围 在中国大陆是9.2 2022是6.2 所以呢其实华为 是有一些增长的部分 亮哥你怎么看 我觉得不会有人去注意华为的手机啦 因为我们从世界的格局看 华为的重点不是手机啦 OK 对啦应该是它的5G啦 还有智能车 未来的平台啦 还有物联网 大概会冲击出什么新的产品 我觉得不会有人去看它的手机 就以前它钱袋子是手机 然后被打压之后 它拓展了其他的 我你只能够说 因为中国大陆内部的人 觉得 华为手机我也用过啦 它品质真的是很好 那它现在出口 当然会碰到困难 因为它不能够用安卓系统 可是基本上 中国民众还是愿意力挺它啦 就是 所以我觉得它在中国大陆 就有相当大的市占比 这个可以理解啦 不过我觉得中国大陆 最近崛起了一些产业 因为我最近 这个事实上我们看到了 你讲的那个手机 像小米啊Volvo那些 都是过去的事情 它早就崛起了 我觉得应该是看到 比如说 刚刚那个倩姐有提到韩国吧 那韩国最近这几个月 它经济其实非常惨 那事实上你就 我觉得这里面 就是因为有几个产业 它真的是被比下去了 被中国大陆比下去了 对 那这个事实上坦白说是 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 比如说半导体 那个成熟制程的部分 完全被打趴了 然后还有那个汽车 汽车它真的是全面节节败退 然后你看到造船业 中国大陆也赶超了 然后你去看那个面板 OLED 这个集中方现在也开始占 15%的市占率 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 让人家感到比较惊讶的 就怎么会崛起这么快 那这汽车我觉得是最大的意外 这个不是只有韩国意外 是让连德国跟日本 日本更意外了 对对对 吓死了 那德国都不得不跑去中国做布局 它就是为了要能够 就是变成强强结合 就我打不过你我就join 那可是日本并没有这样做 那所以那个冲击可能会到明后年 你就会看到日本受到冲击 我觉得大概是这一类的 这一类的你就会看到 它好像有一些产业 而且在我们没有预料到 这么快的情况下 它就突然就变成世界级的产业 我觉得造船业也是 崛起得非常快 那我听说它今年第一季 好像超过60%的订单 全世界了 那去年就已经49%了 所以我觉得是这些方面 才令人惊讶到说 中国这么大的一个base 那这么大的一个消费市场 然后这么大的一个制造的能量 那会逐渐逐步 我们说发展出哪一些世界级的产业 然后让本来领先的一些 那逐步就开始败退这样 比如说我觉得未来可能还包括工具机 工具机 所以我是觉得可能是从这些角度去看 会比较看出它的能量 而不是只看一家华为 因为华为有它优秀的部分 可是因为那个时代还没来 就是电动车跟物联网如果全体配合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就是它的光辉时代就要来了 那其他我觉得它就 你就看到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慢慢的崛起 然后再变成世界领导的产业了 是 谢谢包谱一下 我稍微讲一下华为 我觉得华为自从在手机地方被美国围堵 跟芯片围堵的部分 它就开始去改变它的商业模式 从认证分析开头做五个军团 那么你可以看出来 它会把它作为平台跟提供服务的这个部分 快速地增加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三批 一共有二十个军团了 所以大概涵盖了刚才亮哥讲的 几乎所有的新兴的产业 那这些新兴的产业的军团的庞大的推出 使得从客户的要求 到因应客户要求的设计 到最后的交付这一条的链 会用军团的方式来把它打通 我们拿一个简单的例子来做个对比 大家记得马来西亚 它的整个5G是由Eriksson 就是北欧的这个公司得到了它的合约 可是到目前为止呢 覆盖率才不到50% 还有许多非洲的国家 是由华为得到它的合约 而华为在做它整个全覆盖的时候呢 就动用了它从制造一直到服务 还有更前端能够因时因地制宜的 这个设计能力 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之下 做出了适应那个地方的实际的服务 所以20个不同的军团 也就改变了它整个公司的商业模式 从一个制造一个终端产品的 无论是手机也好 或者是电动车也好 到提供里面的那个软体 以及服务跟完整设计的一个公司 所以以后看华为呢 真的要去看看它会embedded 它会埋在我们所有的便利的使用的 各种各样的东西中间 美国时常想喜欢讲一个话叫做C to M 他们觉得说你把这个整个设计的能力 交给了客户 然后客户呢去向制造者下单 我觉得华为将来就会做成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C to M的平台 它从客户的需求 一路到它最后所有的软硬体 跟它的平台的设计 以及最后交付的那种软体 跟使用的便利呢 它会帮你任督二脉全部打通 那这也是因为受到了完全的载质 跟这个打压之后 所做的必要的调整 这是一个好的例子 所以我想我们以后 看这个华为的手机 当然还是要看啦 不过它有些是 它的四肌手机先卖得非常好 那另外它比较高端的 就荣耀拿出去做了 所以说也不是完全没有 但是看华为可能要去看 它的企业客户这一段